主席好 我們有請部長跟CDC的官員 請羅副署長 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今天站一整天 但是我想從公衛的一個角度 在軍艦裡頭 我們來探討一下 那剛剛前面一個委員講到 最後一張時代的叫做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那所以我想問三件事情 截至目前 再加上今天出現的一名的染病的官兵 28名染病的官兵 都集中在磐石艦 那為什麼其他的兩個軍艦都沒有 我不知道你這個 我覺得這要釐清的 還是說這個磐石艦 他有繞到別的地方去做什麼 秘密任務 或是他們發生什麼事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當有個官兵出現症狀的時候 再把這700多名召回來之後 發現有三位已經有抗體 抗體在醫療上面來講 就是說他從染病期到潛伏期到發病期 到他復原期到他產生抗體 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的疑問是 是不是在這個上軍艦之前 就已經有人染病了 所以在這個公衛上面 我想這個軍艦 可能要好好的去討論一下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那我的第三個問題是 我覺得這個制度上出現了很多問題 過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不管是 一開始我們全員戒備 我們的防疫做得非常好 大陸不管他要包機 怎樣回台 我們就是要有效的隔離 或是自我居家檢疫 或具有居家隔離14天 那甚至歐美回來 都也希望能夠有 檢疫14天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甚至我們的保瓶信號 不管他在海上停留多久 甚至他都說他過了那個 自我檢疫或自我居家隔離14天 一旦上岸 我們都還是會要求 他自我檢疫或自我居家隔離14天 可是呢 看起來這三艘軍艦 顯然是沒有啦 所以呢 其實今天我要提出來 就以上這三個問題 再來我們再來開始來討論 這個公衛上面在一個軍艦 因為大家都知道 阿兵哥不管在軍艦裡頭 其實你要保持社交距離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要保持一個社交距離 我想那是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討論了 那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在軍艦裡頭 一般有沒有上軍艦 一定有一些公衛的意欄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配備 第二個就是說 船上一定有衣冠 那衣冠呢 應該要有一些公衛的專業 所以這些從早上到現在 我相信你們也很辛苦 所有委員問的問題 我覺得都應該要好好去釐清 因為這是軍艦上面 一般要好好去釐清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呢 本席在這裡 我想要提出就公衛的觀點來講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組一個公衛醫學的專業的團體呢 好好地來做一個調查 另外一個就是 在 那個 這個軍艦靠岸的時候呢 蔡英文總統也有去質疑 那就 公衛醫療的觀點來講 我們的總統需不需要接受檢疫 接受一些那個檢查 這個大概是我以上的一個問題 好 請 報總統 報委員 我第一個問題 您剛剛說的 三艦 它是同型的 磐石今天染疫 都在磐石艦上 但另外這兩條艦都是跟它一起隨行 從頭到尾都是一起執行任務的 所以今天為什麼 對 所以就很奇怪了 其他兩個軍艦沒有 就全部集中在磐石艦 所以這個磐石艦 顯然一定有它的 它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的染疫 因為這三 你剛 部長剛講了 這三個軍艦是共同 在一起 而且 也下了帛琉去做一些外交上面的交易 所以 在這個軍艦上面 我不曉得 真的要好好的組一個專業的公衛醫療的團隊 所以好好的上這一個磐石艦 好好的做一個調查 這可能要做一個調查 我們後續請CDC調查的了解 那第二題請CDC跟您回報 是 那個 報告委員 我們這兩天也正在做這個磐石艦的 全員300多位的血清調查 那這個結果 明天應該就會出爐跟公佈 那後續也會再針對另外兩艘艦 也會做這個抗體的普篩 到時候就比較能夠確定說 究竟三艘艦 是不是真的只有磐石艦 從來都沒有人感染過啦 那假如說真的是只有磐石艦的話 那當然就是溯源看最早發病的個案 是在到帛琉前 在帛琉後 然後跟這個上傳的時間點的關聯性這樣 那這個從抗體 比如說是IGM IGG的陽性 可以再做一個時間前後的區分 好 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報告 可以在一個禮拜內送到本席辦公室嗎 應該初步的可以 OK 好 那就請那個調查報告在一個禮拜內送到本席辦公室 那再來有一個問題 是委員好 我是軍醫局局長 我們醫官呢在他醫學生的時候都有受公衛的教育 那在我們要下部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下部隊前的一個專精的教育 那會上一個月到兩個月的一個學習課程 專門在海軍的艦艇上面 甚至潛水艇 那潛艦的部分 那另外潛艦的部分 我們還會再開一個訓練班長達一個月 我們會有一個專業的一個這個環境的特別的 這個公衛跟醫學的特別訓練 我知道 因為這團體生活其實是在公衛在這個角色上面 非常的一個重要 但是三位長官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接受檢疫 報委員 蔡總統4月9號 他們靠港去歡迎敦睦艦隊回來 你知道這段很辛苦 當時他是沒有上傳的 也沒有跟我們 所以你的專業判斷不需要 專業判斷要請CDC 對 那經過專業判斷是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曾經有上傳參加典禮的總長跟 司令他們就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當中 所以這個會有風險高低的區分 OK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下面 謝謝 謝謝